- 再見啦! - 再見啦! - 呼! 住了... 三年? 三年多的家,天都沒光 走了! - 哈哈! - 超市! - 超市! - 歐里歐! - 歐里歐! - 歐里歐! - 去日本啦!我們! - 哈嘍! - 我們今天是離開香港的時候啦! 12月29日,早上7點 - 我們現在來到... - 機場! - 準備進去Check-in,然後吃個早餐,然後就... - 9點鐘的飛機, - 就去日本啦! - 這次我們... - 拿的行李,真是史上最多 - 因為以前是去旅行,或者兩邊走來走去 - 我們是不會把香港的東西帶過去的嘛 - 那這次呢,什麼都帶過去 - 當然包括Oreal 和Celsy - 啦! - 跟著我們PS5都拿過去 - 但這個應該不記得倉啦! - 應該是Hand Carrier上機啦! - 跟著有個紅白藍膠袋 - 紅白藍膠袋就是Mai-san - 稱之為這個... - 大陸! - LV! - 哈哈! - 之後... - 差不多Check-in啦! - 我們的機呢... - 是早上9點鐘,現在7點15分 - 不能 trat緊的地方,我應該要在最後喔 - 核涼龍也... - 連繫了還可以啦 - 青里藍膠袋就這樣了 - 綸邊是勇敢的? - 青里藍膠袋就是這樣 - 成長開口的地方 - 青里藍膠袋是勇敢的 - 千里藍膠袋,很可憐 Orio, 沒問題的 我們下機之後見面 不用怕 哇, 不知道多少年沒來過機場 更何況, 兩年沒坐過PK 我們今天呢, 坐ANA 去日本成團機場 我們會在9點起飛 飛4個小時 4個小時之後 然後下機, 我們還要去檢疫 之後, Scarecraft 全部搞定之後 我們全程應該是要 7-8個小時 即是說, 我們要7-8個小時之後 才可以再見到Oreal和Chelsea 他們今早早已經是有喝水 有吃貓糧 理論上來說應該沒問題的 但是, 希望可以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成果可以去到一半先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們 一個日式便當 特地拿來這裡吃的 因為呢 等一會兒應該在飛機裡面 是沒有飛機餐的 因為現在在疫情底下 應該是完全是連 脫口袋都不讓我們脫 所以, 上機之前先吃東西 這個便當裡面呢 有飯, 有魚 這個都是魚來的 然後有蛋 有蛋 有蛋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過 非常之 美的一個日式便當 成果 我們先進去 坐下 我來就要 看看 方便 有蛋 不是 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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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下機了 但還未可以入境住 我們要先在這裡全部人排隊坐下來 然後去等這個入境檢查 雖然我們在香港出發之前已經做了一次檢查 但我們聊到這裡之後要再做多一次 剛才我們在飛機上面已經填了這些新報表 我們要很多 有這麼多份 搞了整個小時終於都出來了 我們第一件事我們先要去找Orio和Chelsea 第一件事一定要 這件事是我們之前最擔心的事 因為始終動物搭飛機是會有一定的風險的 但是雖然現在看到他們兩個好像沒什麼 只是有點眼快有點累 等我們隔離完了之後 怎麼都會帶他們去看獸醫去做一做檢查 看看健康問題 對 然後我們還要去報關我們寄過來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在香港很多的 譬如我的電腦等等 我們全部都是船運過來的 我們等一下出去之後 還要做了那一部分的報關 之後才可以離開機場 好了 我們出來了 也看到Mai的爸爸媽媽 他們駕駛了一個半小時車來機場 載我們回家 之後我們還要隔離14天 所以這個呢 其實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兩個來載我們回家 但是他們兩個不用隔離的 這個很有趣 看到嗎? 我們呢? 嘩!外面很冷 寒い 日本寒い 雖然說香港濕度是第一 但是現在日本是冷到 東京都會下雪 現在 下午5點半 已經黑曬了 外面已經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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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見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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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見 久不見 嗨! 久不見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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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貓也移民了 乾杯 好了,我們吃完飯 大家看到我們在媽咪神婆婆的家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電腦 臨時用而已,這台電腦 我們直播的那些Mixer 我們的Headset 然後遊戲機 全部都用回香港的電源拖板 然後加一個變換插 直接在這裡用 安全沒問題的,用到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呢? 中途好像沒有看到我斷過這個直播 這個是因為 我全部的器材 我需要的器材 我全部是隨身攜帶了 我們入境之後 我們要自我隔離14天 這14天的時間裡 我們需要下載一個 叫做MySOS的APP 這個APP 你可以當是超級無敵 加強版的安心出客 這個MySOS的APP 它是會在這14天的時間裡 它會每天在一個隨便的時間 就會發出一個訊息 要我們去按按鈕 按完按鈕之後呢 就會自動把我們的GPS 地位置 傳到他們的系統那裡 那你可能會說 要你隨便按按 說自己在哪裡 那你找一個人在家裡幫你按就行 理論上來說是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它是會給視像電話給你的 即是當我視像電話一來的時候 你是需要開啟電話 然後對著電話 它會掃描你的樣子 看看你究竟在哪裡 即是你那一刻的GPS location 在這14天的時間裡 我們是必須要安伐手機 留在家裡不要亂走 所以這個呢 超級加強版 無敵 安心出行 在家裡 這個MySOS 日本的APP 我們隔離兩個星期 即是我們要去到1月12、3號 1月13號應該是 那才完全完成了整個的隔離 那這段時間我們裡面會做些什麼呢 我會如常去到直播 打機和大家吹水 去到什麼都說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要在這兩個星期的時間裡 我們要上網去到看一看 我們接下來要搬去哪裡 因為我們是未看樓的 我們是需要先找一個地方去搬 因為我們不可能長期住在婆婆這裡 還有就是我要剪接我在香港 我未剪接完她的影片 所以大家看到我 公佈了說我來日本之後 其實我有些影片還在剪接 是依然都會出香港的影片 因為我還未剪接完 對了 現在這個時間我們都差不多了 我們去洗澡 之後呢 就繼續直播打機 我希望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這個主頻道的話 都希望你會看我們遊戲頻道 因為遊戲頻道呢 雖然是打機頻道 但是我們經常會在直播吹水 講很多不同的東西的 好嗎?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今天跟大家 去到繼續 報道我們在日本的生活 OK?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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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